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有一定的顿感力 怎么的呢 首先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在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能快速地忘掉 然后也希望他能在 就是一些小的情绪上 不要特别地敏感 比如说如果我过马路的时候 没有牵你的手 然后你不要生气 他的前女友肯定会这事 跟他闹 要不然他不能想到这个事 对不对 二号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你的思考方向 是不是有点问题 就是我要更 就是主动地去牵他的手 然后我尽量避免跟他吵架 对 而你却是希望另一半 去忘记这些事情 没有觉得这个方向有点反了 那我觉得可能 就是如果 如果那我就是突然就是想不起来呢 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在 但是很偶尔的情况嘛 那大部分情况下 你还是要主动地去增加自己的一个敏锐感 而不是希望你的另一半有点顿感 我是这么想的 行 我会在这方面去增加自己的这个敏锐感 谢谢 19号 我叫隋凯旋 今年23岁 然后来自山东围方 现在是在杭州从事运营的工作 然后针对男嘉宾这个问题 我想问的是 如果你突然忘记牵我的手 你会过来哄我吗 还是说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让我自我消化 我会哄你的 然后我下次也会注意的 好 顿感力这个词呢 来源于这个日本作家叫路边淳一 他在里边讲的人的顿感 表现在至少四个特质 一个是能够快速忘记不快 第二 能够坦然面对流言蜚语 第三 对于嫉妒和讽刺你的人 能够心怀感激 第四 面对赞美 不要得意忘形 但是不包括过街女朋友牵不牵手 这样的场景 好 明白 明白